苏贞昌 陈家村 台北报道 好 今天这个9月28号 刚好是正逢民进党27周年的党庆 那么把战线拉到台中去了 因为苏贞两人都出席了 却是一个早上一个午后 刻意避开 没有同台 不过有趣的是呢 两人都对游锡坤宣布要参选新北市长 表示说乐观其成 但是呢 一听到特征组违法监听立法院 两人也是异口同声的众号匹马 甚至苏贞昌还说 这哪是监听 这已经到了窃听的程度了 1 2 1 反核无证 拉下核能为主体 民进党27周年党庆 仪式大台中紧扣反核主轴 更宣告废除特征组 势在必行 这已经是窃听 这已经是胡搞乱搞 做这种非常违宪乱政的事 真的让人厌恶透极 国民党应该要为这个负责 马总统要为这个负责 黄世民要下台 左匹马又打黄 悬在党庆这一天 苏贞昌不减炮轰力道 就因为立院金船 总机找被特征组挂线监听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相关的可能是案的这一些人员 我觉得应该要马上停止他们的职务 近代调查 总统好 直接被喊总统 同时绿营天王 蔡英文下午才现身会场 布检超高人气 难道参选2016有谱了吗 因为传出蔡英文私下早向游西坤表明 不会角逐新北市长 游院长曾经是我的老长官 那他有意愿来竞逐这个提名 那我们也要给他最大的祝福 双北都已经有各方的人才出来 我的意愿就是做党主席的工作 一个村长官一个跨政机 放眼2016都不想被卡在2014 两个太阳高来高去 党庆不止比人气 还有浓浓 较劲味 三星黄宝彤 黄彩玲 SNG小组